社會案件再來關心台中市有這位太太 她開著百萬高級名車 帶著女兒到診所去看病 被歹徒盯上了 趁著這個太太把女兒送進了診所去 後診室坐著她自己回車上 又是拿手機的時候 兩名的歹徒就拿出了水果刀 抵著太太的脖子 為了要保命 太太把車上的五十幾萬元現金 全部交了出去 然後哀求又按喇叭求救 最後嫌犯落荒而逃 通車子裡面跑下來 對啊 她一直哭啊 她就是一直哭啊 那個刀子就丟在那邊 目擊民眾回想 搶案發生當時驚險的一刻 兩名搶匪就騎著這輛機車作案 犯案之後 機車和刀子丟了就跑 留下了犯案證據 她就跑來這邊 就是蹲著也很怕啦 蹲在這啊 對 叫我們幫她報警 當時搶案就發生在這家小科診所前 當天晚上一名富人 開著百萬名車 帶著六歲女兒來看病 手機忘了拿 就在回車上拿手機的時候 兩名搶匪現身了 分別從左側門跟右側門進入啊 遲到進入 然後逼這個被害人啊 拿交出這個身上的一些財物啊 雖然被逮捕用刀子抵住脖子 但是富人很急緊 為了保命交出車上的五十萬元 還臨危不亂猛案喇叭 嚇退搶匪 這是按摺一直想一直想啊 還有持續一直按一直按這樣子啊 持續很怪嗎 聲音當然是比較怪啊 目前其中一名搶犯已經落網 還要全力追捕另一名同伙 幸好富人的命保住了 不過帶女兒看病 受到了狠大的驚嚇 中日新聞陳廣睿 台中採訪報導